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课程内容 我是桃源农工电子科张伟晴老师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将要为各位同学说明 7-1.11RC放电电路站态中的电容与电阻电压公式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内容 如图所示 我们看到RC充放电电路 若开关S切至1 已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电容器已经充电完毕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与直流电源1相同 电路中的电流与电阻两端的电压均为0 开关切换至2的瞬间 电容器在放电回路中扮演的角色为提供能量的元件 在刚放电的瞬间 电容器两端的初值电压为1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急性与充电时的急性相同 依据科西合复电压定理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为1 但因放电电流方向与充电电流方向相反 所以电阻器两端的电压急性与充电时候的电压急性相反 应用欧姆定理由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为1 与电阻器本身的电阻值R 推算出电阻器身上的电流为1 在电容器放电那一瞬间 电容器的内部储存的电量是放电过程中最饱满的状态 所以这个瞬间的放电电流是最大的 当开关S切至2那一瞬间过去之后 放电回路中各处电压与电流均为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开始说明上图电路中 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电容电压函数Vc of T 电容器放电时 随着电容器内部的电量越来越少 电容器两端的电位差也越来越小 所以在RC放电回路中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是从开关刚切换至2时候的初值电压 而越来越小 从电路图来看 当开关S切换至2的瞬间 电容器两端的初值电压就等于开关S在1最后那一瞬间的电压 这里将它写为Vc of 0等于1 依据科系合幅电压定领 以及微分方程的推导电容器的初值电压 随着时间T而变化的情形 如公司所描述 当开关S切换至2后 电容器电压Vc of T等于电容器的初值电压 乘上一个随着时间T而变化的比例值 接下来老师说明公司中各个部分的电路意义 E就代表电容器放电时的初值电压 这个数值不一定是电源电压E 需是电容器在刚开始放电那一瞬间的电压值为准 以上图的放电回路来看 T就是开关S切换至2所经过的时间 Rc就是放电回路的时间常数 其中电阻R为影响电容器放电电流的总电阻值 接下来老师将说明Rc放电站态中 电容电压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若在T等于0秒的时候 开关S切换至2 假设电容器的初值电压为直流电源E的大小 我们将T等于0到5倍的时间常数 分别带入电容电压公式Vc of T中 并且利用秒点做图法在XY平面上 绘制Vc of T与各个时间点之间的关系曲线 将T等于0带入电容电压公式中 可以得到Vc of 0等于初值电压E乘上自然指数E的0次方 最后可以得到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在T等于0秒的时候为E 由图中可以看出 在T等于0秒的时候 所对应的电容电压为1倍的初值电压E 依照同样的方法将T等于1倍时间常数 带入公式可得0.368倍的初值电压 接着在图中画出1倍时间常数对应0.368倍的初值电压 如右图所示 将T等于2倍时间常数带入公式可得0.135倍的初值电压 在于图中画出电压大小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如右图所示 再看到将T等于3倍时间常数带入公式可以得到0.05倍的初值电压 于图中画出3倍时间常数所对应的电容电压值为0.05倍的初值电压 好 接下来再看到把4倍的时间常数带入公式 这时候可以得到0.018倍的初值电压 于图中画出4倍时间常数所对应的电容电压值是0.018倍的初值电压E 最后将T等于5倍时间常数带入公式 这时候可以得到0倍的初值电压 在这时候就代表电容器内部储存的电量已经放电完毕 放电站态已经消失 图中5倍时间常数所对应的电容电压值为0倍的初值电压 如图A的RC电路图 当开关S切换至1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假设电容器已经充电完毕 若将开关切换至2 则在图B可以清楚呈现RC放电电路站态中 电容电压VC of T和时间T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由电容电压VC of T的公式可以知道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 和时间的变化是呈现指数的关系 所以同学在平面上所看到的曲线并非线性 这一点需请同学注意 接下来老师将说明RC放电电路站态中的电阻电压公式VR of T 以及电阻电压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由电路结构与科系合部电压定理可以知道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大小相同 所以电阻电压公式和电容电压公式的内容描述相同 另外由充放电回路结构来看 在放电回路中电阻器两端的电压极性与充电时的电压极性相反 所以为了表示放电回路中电阻两端的电压极性与充电时相反 在描述电阻两端的电压时我们会多加一个负号 接下来老师要说明公司中各个部分的电路意义 E就代表电容器放电的时候电阻器两端的初值电压 依据科系合部电压定理 这个初值电压就是电容器在刚开始放电那一瞬间的电压值 以上图中的放电回路来看 T就是开关S切换至2所经过的时间 RC就是放电回路的时间长数 其中电阻R为影响电容器放电电流的总电阻值 接下来老师将说明RC放电阻态中电阻电压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若在T等于0秒的时候开关S切换至2 假设电容器的初值电压为直流电源 E的大小 我们将T等于0到5倍的时间长数值带入公式VR of T 接着利用秒点做图法在XY平面上 绘制VR of T与各个时间点之间的关系曲线 首先我们将T等于0秒带入电阻电压公式中 可以得到VR of 0等于负的初值电压1乘上自然指数1的0次方 最后可以得到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在T等于0秒的时候为负1 所以由图中可以看出0秒时候所对应的电阻电压为负1 依照同样的方法将T等于1倍时间长数带入电阻电压公式中 经由计算可得为负的0.368倍的初值电压1 接着我们再于图中标示出1倍的时间长数 所对应的电阻电压值是负的0.368倍的初值电压 接着再将T等于2倍时间长数带入公式中 可得负的0.135倍的初值电压 将电压值与时间关系标示于图中如右图所示 再看到将T等于3倍时间长数带入公式 可以得到负的0.05倍的初值电压1 电压与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再将T等于4倍的时间长数带入公式 可以得到负的0.018倍的初值电压 如右图所示可以看到 时间长数和电压大小之间的对应关系 最后将T等于5倍时间长数带入公式 可以得到0倍的初值电压 在这时候就代表电容器内部储存的电能 已经放电完毕 放电站态已经消失 所以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 在图中标示出5倍的时间长数 这时候是对应0倍的初值电压 如图A的RC电路图 当开关S切至1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 假设电容器已经充电完毕 若将开关S切换到2 则在图B就可以清楚地呈现 RC放电电路站态中 电阻电压VR of T 与时间T的动态变化关系 由电阻电压VR of T的公式 可以知道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 与时间变化为指数关系 所以同学在平面图上 所看到的曲线并非线性 这一点需请同学特别注意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说明了RC放电电路站态中 电阻电压以及电容电压公式的内容 以及这两个电压 与时间T之间的关系曲线 本单元的课程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